患者今年55岁 三年前做了幼肺下液的混合膜玻璃结结 肺断切除 术后是微静润癌 复查都挺好的 从去年开始 幼上肺出现了一个膜玻璃结结 边界轻重 内部有血管 而且水仿过程中逐渐增大 考虑也是原胃癌或微静润癌的可能性大 经常有朋友问我 万一结结复发了 或者又长出来新的 结结长大了等等 能不能再做第二次手术 其实主要看结结的位置 和对肺功能的损伤 一般来说 靠外周的能局部切除的结结 是可以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手术的 就像这位患者 之前给他做的是肺断切除 这种膜玻璃结结 肺的小结结就要做小手术 千万不要觉得结结有点大的 大过一公分 就要做一个传统肺液切除 千万不要 因为肺膜玻璃结结 肺的小结结容易多发 手术的策略一定要重视肺功能的保护 所以我们三年前给他做小结结 是肺断切除 这一次书中冰冻病理是微静润癌 给他做的是楔形切除 这样就保护了他的肺功能 大量的研究显示 对于这类的早期肺癌 做小范围的切除 能够取得和肺液切除完全一样的效果 而且我们保留肺功能以后 万一将来又新发了结结 或者原来有微小结结长大 还有处理的余地 因此肺的小结结 磨玻璃结结 微小结结的处理原则 第一要切干净 第二要尽量小范围 保护好肺功能